大小小小可以改嘛 但是小小小小小沒辦法嘛 每次都會 秘書長你來真的算你的 三四十四中都黑的 所以 你們可以自己去選擇 當然這個要做第一次 那個動心 因為還沒動字 不是還沒動字 還沒中將官 你還沒拿到皮革政書 但你拿到皮革政書的時候 你就是後代民政務的 將軍 後代民政務政策的官員 所以那張皮革政策是很要緊 這個皮革政書以外 也要學習 所以明天三點半學習的時候 我們要分梯次 因為不要有這麼多人 我看 可能 五六十個人一個梯次 要分五六個梯次 所以你明天如果說 我們規定說 對酒生怯上 可能是高雄生怯 因為 高雄的生怯 台南的 台中的 分梯次 你先不要經理行李 如果不理學就要先經理 如果這經理你走下來說我害了 我那個 人家已經支了 沒關係 你含白的 酒 合作下去支 總之 一定要牌照 你不能看牌照 美國是一個一個跟你合對 直接走過去 一個一個合對 你也不用煩惱說 現在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共產黨不害意 不用煩惱 他不要得罪 我老早 兩年前 上課我就說了 中國共產黨跟台灣人 亂無收 他害你做什麼 他怕是怕國民黨 是國民黨你跟他 互相去爭權 你台灣有什麼關係 對 所以你自己 我們自己 我經常在撤中華民國那天 沒有 要去得罪中共 中國是我們的隔壁 會親家 朋友而已 比較好 我們就往來 如果比較不好 我們就不要自己往來 所以這個官娘 你一定要徹底要改過來 也不要說 秘書長跟中國好 這才好 如果真的要說有收 我自己有收 你知道嗎 我有資金口氣 要收 你不記得 我為中國 收水都要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有的人 我說台灣人的邏輯觀念沒有 怎麼說 台灣人 常常說 因為有很多人說 奇怪 民進府這麼多錢 中國給他的 說中國給我錢 我說這種人 頭腦 不知道什麼做 不會 你想看看 中國給我錢 從台灣跟中國 跳開 這合乎邏輯嗎 完全不合乎 中國跟你說 反監禁 我知道 如果這個司長說 什麼話都會有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們從2000空 兩年 我們這個論述開始出來 以後 通牌也好 獨牌也好 太多給我媽 現在媽媽 我坦白說 我感覺通牌 比較沒在媽 獨牌也比較嚴重 為什麼獨牌也比較嚴重 很簡單 他怎麼說呢 我們已經 他說這個獨立 台灣已經說四五十年了 你林某某 這幾年而已 就八千元頭到上 我說 你走不到房間 你是要跟人家說什麼 你走不到房間 你怎麼你就不會行 我告訴你 對不對 你走不到房間 你要跟我們來招 是怎麼招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這個人 越來越招 如果說這個論述是不對的 我們會沒有人 變成 很多政黨 到現在的威力變成什麼 老人黨 怎麼說老人黨 因為老人比較贏 我不是說老人比較贏 這樣我得到老人 我也算老人 我不是你的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老人 貼優 靠地匪 好啦 但是我告訴你 只有我們這個祖父子 年輕人接幾拔 我們幾拔的年輕人 我們黑心兩百人 黑心無敵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胸脾氣 連打爛阿嬤就知道了 你們有黑熊 國民黨怎麼會允許你們存在 我讀他很傻 這是我們的黑熊 你看 現在黑熊 開始要把 那些黑熊 黑熊 黑熊現在要做 那些 高童的 那些要做什麼 馬衰 馬衰是太高 比較高的 軍邪 因為 八月十五米日本 日本 我們叫做禁衛隊 騎下去 我告訴你 全世界會震撼 所以 我們是按照美國的指導 我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中華民國 也是美國去那裡指導 中華民國 他怕你 所做所為 也是美國在指導 美牛 他要進就進 老早 我老早站站在車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我美牛一定會過 過了 所以 各位 政治有時候 我們台灣人 比較不會生政治 因為 不是我們的頭腦不好 中國人 一開始 他就不要培養在台灣人 你看很多單位 尤其是這個外交部 我們這邊去日本 有幾個年輕人來找我們 他是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派在 日本 他說 機關 我台灣人 有很多的在事 外交部就規定說 我不會做那個 不能做這個 但如果對中國人 什麼都可以做 我沒有感覺 我們現在在這個美國的代表處 我們找不到人 我們找不到人 為什麼找不到人 沒有人有經驗 但是不算是沒有人有經驗 我們靠自己的摸索 我們現在也做得很好 我們現在也做得很好 才去多久而已 所以美國國民 所以美國國民 和我們既民 也開始在談判 你怎麼不要談判 你也不要談判 外交上 跟普通做生意是不一樣 所以各位 我知道大家都 不一定有耐心 怎麼說不一定有耐心 很急 台灣人希望說 馬上就接著賬款 但我會直接說 一定要跟各位說 你不要著急 我們用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稍微培養一下 你沒有培養 你就匆匆忙忙 去接掌政權 你會跟阿扁一樣 阿扁 他後來是政權 是怎麼丟掉的 後來是吳蘇貞英太太 變成什麼 你給我錢 我就給你認用 你如果聽蔡吉原說的 他就告訴你 他的很多的經驗 他本來也是 李登輝給他推薦 說要給他做 中央的有關財務方面的 結果 人在他暗示 他傻瓜蛋 他說他也沒錢 他就給你 你看 中央民國的關 看下去做就好 你民進黨做 也是做中央民國的關 那種 官場的 系統 下來 誰都逃不掉 所以 我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政府 接掌政權 我們一定會徹底的改變 我要跟各位說 後來的官員 薪水 我一定要堅持 給你多三倍 給你五倍 但是你一定要奔透台灣人 你才能夠當官員 給你這麼多錢 18歲以上我還佩東 給你住 你都一定有頭路給你 你貪污幹嘛 一年十二五個月 一定 照幾期來 給你照兩五個月 你能夠去出土 在全台灣去出土 去哪裡出土 你會說 自衛隊來 如果錢 我們實在說 我們錢是很多 我們欠很多 重慶基金是一筆錢 我們來的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留下來的錢 給中央民國拿 這些錢 一定要全部偷偷回來 無關說憲主席 這塊土地本來是 日本中國的土地 你連著你拿去 賣 你得到錢 買著人算你倒楣 你購買贓物 你知道全世界購買贓物 與莫收 跟那個 那個貼人 同罪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你編行以後你就知道 所以有很多事情 他不是說我最初不愛說 但是我告訴各位 你現在感覺說我好像看起來好像和愛可親 那如果執政我看那位 我絕對不和愛也不可親 我已經嚴格執行 你有贊成嗎 是你們拍手的 我沒有叫你們拍手 是你們啦 不是我 大家同意 對不對 好 其實就要這樣 我們台灣才有的進步 所以我不是說我要訓練 120 25歲到45歲 抱歉 你有的年紀 我也沒有在45歲 裡面了 25歲到45歲裡面 這些人 我們把他訓練 這些人來 因為這些人可能比較沒錢 這些人比較沒有錢 沒有關係 我政府 我台灣政府 給你公用 給你公用嘛 我買一個給你去讀 規定的書你要去念 從經濟開始 政治 國安 大方都讀 然後 給你派到 一些很重要的職位 職位 就是 我們後面 我們這裡有那個結構圖 這也沒有結構圖嗎 台灣政府的結構圖有 架構圖 在我們的官網 從官網裡面把它引出來看看 你引好以後我再來說明 我們的這個結構裡面 因為你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也叫做政治局 政治局 另外一個事務局 政治局 就是在 在軍事管理之中 所以這個部分 沒有選舉 所以你不能覺得說 你台灣民主沒有民主 各位那個不叫民主 國民黨的不是民主 國民黨的選舉 還有民主 你如果18%把它拿掉 你看民主我看 所以我把這個民進黨 聽到土耳民的 很笨 他認為說 他跟他選 他會選贏 你看看 台灣人的動善是因為什麼 國民黨的分裂 國民黨的分裂 就要有三角度的時候 三個候選人的時候 台灣人才有機會 台灣人才有機會去當選 你當選是做中華民國的歌 所以 我再說一個例 我不一定每一次我有說 但是我怕要再說給你聽 你怎麼知道有一個 黨叫做建國黨 有 知道建國黨你拿去看看 好 你只聽過而已 建國黨 那時候比民進黨 剛才出來的時候 比民進黨 比民進黨 要好的很多 強很多倍 為什麼 因為建國黨在裏面 那裏面 要幾千名 差不多一千名 一千個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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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加在建國黨 聽到建國兩個 爽啊 對不對 像你現在 台下裡面一直在想說 台灣要建國 沒有 你現在知道了 加在建國黨 民進黨 民進黨也掉了 但是民進黨 他學這個國民黨 學得很熟 因為 坦白講民進黨的成立 是在1985年的時候 美國的眾議院通過 要求 蔣經國這裡 要成立 民進黨 要成立什麼 黨外就對了 另外一個政黨 國會通過 美國的眾議院通過 所以1986年 民進黨成立 完全是蔣經國 一手主導 給你錢 給你人 新潮流那些東西 這樣好 民進黨 就台灣人就公開了 就很高興 你看所有民進黨 頭到今天為止 各個都去中國做生理 各位你不覺得很鬍子嗎 我也很鬍子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現在都差不多說了 因為這雖然農業 我也不怕他知道 謝湯田 我的錢是很多 遺産企業員的時候 我扶著 我扶著 我扶著社 因為那時候我很有錢嘛 我叫24的人 喂 這裡兄弟 一個人出二十萬 在華國飯店吃飯 一個人叫二十萬 謝湯田 他也不敢否認 以前我做那個改調 中華民國 這個調查 給我調查 我也不怕 那也沒問題 我放心有時什麼不對 最多是 國外來找我 說 你有沒有付那個正宇稅 好 民進黨這樣成立 在國民 在這個 中間國的一手主導之下 有很多時機 到那個時間 一發生的時候 民進黨的一些頭頭 很改變 很多例子 甲信龍 西冥町 一堆 現在越出越出 都出到中國去 他不是說 蔣清國的那一套東西 到今天為止 能然對台灣的政局 還有影響力 你看有多厲害 所以現在唯一 美國也已經認定 我們是唯一 不會受到共產黨 的誘惑的一個組織 我們不是政黨 我們是政府 government 你要很清楚 你今天來在這裡 你是承諾政府 所以 當時民進黨為了要消滅建國黨 他怎麼消滅 因為我是建國黨的黨員 他派人來 我來加入建國黨 我有很多同伙 加上一千塊 那個人加上建黨 要費用的 一千兩百塊 一個人 入匯匯 一千塊 一百二十萬 當中 全現金 支票給我們 有反應嗎 如果在那邊就有反應 我就在那邊 我也有反應 哇 我們今天收了 一百二十萬 過一國 他按照黨章 連署 開會 要開會的時候 他寫的那個 要開什麼會 是很簡單 沒有什麼特別 當然通過 在 決議委員會來說 我們是不是來用圓山 大家也很高興 一四人去幾百元的圓山 這要錢 沒有關係 我們來付 那些人說他要出 有人要出錢 你怎麼買 他買 有人出錢 給你去圓山吃飯 你買嗎 他不跟你說木頂 你不 你會 你一定會 你就去 開會 正常開會 結束了嗎 最後 臨時提案 臨時動議 主席說你 建國黨的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 我提議解散 當中大家不要嚇一跳 那一兩千 一千多的 大家都嚇一跳 要不要表決 要表決 主席宣布表決 要表決 通過 當然就通過啊 當場通過以後 只有要叫人去內政部 辦撤銷嘛 好家在好家在國民黨叫到 建國黨 怎麼說 國民黨 他們這些中國人老早 他們投給他非常清楚 他也怕你台灣人生這途 我們也能照顧自己國民黨 召集會 表決 解散 他們規定什麼 政黨不得解散 有害怕嗎 所以現在 中華民國裡面政黨三百幾個 越來越多 三十個就一個黨 三十個就一個黨 如果這樣好家在 這樣建國黨都不敢爭 但是這邊 打一個 就眉眉眉眉眉了 我也要做過 建國黨的末代國大 只調我一個 我調那個 我是講這個論述 全台灣四季去演講 我得了一萬四千票 但是 我說 我算不說我不當國民 這個 中華民國體制的任何官員 或者代表 所以三百的國台裡面 唯一 沒領錢 不是百人 在你們台灣 頭上這個人 民進黨 不是說 我們不領錢 台人說不領錢 結果公佈起來 隔壁港都領了 只有我一個人沒領 一十幾萬 薪水 我就不要 我不會領你的錢 同時 我也不參加你的修憲 因為我不承認中華民國 所以修憲前三天 我宣布辭職 在部署上 我宣布辭職 所以 各位 在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人 有一個人要用奉還 我們跟中華民國 跟中國人在鬥 我要用智慧 而不是用武鬥 我絕對不會跟你說 我怕有兩百幾千 我們來結明 不會 如果真正要 我會叫你去犧牲就對了 你要看 獨牌現在 獨牌到六百 成立什麼軍隊有 你不要看 各位 那都瘦的 你都不用用武力 可以將它推翻 你會不會用武力 一隻瓶而已 今天我們的論述是錯的 我們不會說 越來越多人加入 而且 加入我們台灣政府 是很高興的事情 而且是合法的事情 所以我不能跟你說 你來政部那張國文 你要提不 你們要不要 要的請舉手 這樣喔 來 那個 網站 網站是有啦 沒關係 那個 市府你把那個 辦公室說 叫他 影印三百份 發給大家 你如果要拿我就給你嘛 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內政部 有人 瞎拍去跟內政部說 台灣民政府 這個 這個組織 是合法還是非法 他正式給你回答 他不敢跟你說 合法啦 我沒有給他電機 是要給他電機嘛 他說什麼 不是非法組織 國際法嘛 就是國際法 我們 現在中華民國 還沒有向我們登記 當然我們不必向你中華民國登記 因為你是這麼多軍嘛 照顧 對你來說 也不是叫中華民國 他叫什麼 台灣 authority 台灣 當局 所以我 高級 差不多在 前兩五位 我們在美國的 那個代表處 如果得到美國正式官方 寫台灣government 台灣政府 我們在美國開記的會 在台灣開記者會 後來你中華民國 如果好等 美國在什麼所在 台灣政府代表台灣 我就告你 你講台灣政府 只有我們在座家人 你們可以說台灣政府 你是官員 你不要看清你自己 你聽到你正式 你就正式 台灣政府的 正式的官員 只是還沒有就職 你不用懷疑 你不用懷疑喔 好像不敢做過關 不敢想 你就要想 我又跟你講 你真的是可以想 而且 你馬上就可以看到 在你的眼前 你就看得到 所以你台灣人 看得到五個月就好了 你不記得 中華民國那天 通知我們的時候 小學畢業 沒有畢業 就去做校長 我那些年 我那些年 我就住了 現在我們在座都要住過 小學畢業 沒有呢 有了含學畢業 都沒有呢 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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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鄉下 我小時候也是鄉下 各位 今天 中國人 在我們台灣人 在幫我們努力 是都這樣來的 他是這麼贏的 你台灣人 自己 熱臉都貼他的兩屁股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你什麼時候是中國人過 祖先從中國來 各位 我今天正式跟你講 我們的祖先 也不是從中國來的 我們的祖先 真正的祖先 我們都是古山祖 我們是原祖民 我們是平不足的 平譜的 你看你的 回去 你去清清你的 富極成本 給你擦黑黑的 有的都有了 你去看 你不相信 你自己去做 你自己看 你後面 你會怕孫共 你擦黑黑的 一隻 你把他照也照不來 那在什麼 熟翻 吃翻 現在的高山祖 去給他 頂一位 生翻 但這個翻 其實這個翻 他是用錯了 翻是好事 反阿會 換來叫做反阿會 對不對 反阿會是好嗎 好啊 所以真正那個 那個 中國人應該是 翻人的 他們真的要翻 我們沒有翻 是他們翻 我們不是翻 你知道我們翻阿會嗎 玉叔叔人叫翻白 也是外來種 外來的東西都叫翻 我們高山祖 我們自邊寶祖 我們外出民 要什麼跟我們說 我們翻 因為 我們聽不懂 我們那個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文化水平 比較不高 那是事實 但是 日本人通在一後 日本人叫人家 我們通在一後 我們變成世界一流的 四十年一後 台灣就辦 博覽會 外國博覽會 當季 也有來參加 看到台灣的建設 誇獎不已 這都屬性 我講的話裡面 每一句話都可以經過檢驗 但是你台灣人 中國人就不想怎樣 讓你 打擊你 打擊你的信心 讓你覺得你是低劣 其實台灣人的水平 文化水平 各方面 都比中國人 強很多 很多 我們不是在自我 陶醉 我講的都是事實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文化一邊的 來統治我們 當然 一天到我們也 不高興也賣 所以 中國人 他真的誇大 你看看 一隻香港武漸就好 那隻香港武漸多少錢 你知道嗎 2000萬美金 2000萬美金 本來那隻香港武漸要做什麼 要做海上旅館 那隻航空母艦2000萬 你知道美國的一隻航空母艦多少 69億 一隻航空母艦69億 全世界 現在是10個國家有航空母艦 只有一隻有 印度也一隻 要知道那隻裡面 全世界的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上面沒有飛機的 中國那個 什麼瓦隔什麼 瓦隔爛 還爛就對了 你不要看到航空母艦 髒燈結彩 你不要看 他都在看我們的航空 看我們的航空 他肯定每兩禮拜有一天 每一次有20千萬 網軍就來看我們的網路 差不多都沒有航空 這兩年裡面 都這樣 這種的航空母艦 上面沒有飛機 為什麼沒有飛機 因為這個飛機沒有辦法起降 飛機要起降要怎麼樣 要一個攔截生物 他做不出來 跟蘇聯說我給你買 蘇聯說NO 跟印度說我給你買 NO 買沒有啦 還有一點 這個鋼板 他不會做 他做不了鋼板 你知道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日本有幾艘的航空母艦 29艘 日本啊 29艘 中國一隻就糟糕了 台灣人說走到要死 那個 沒有飛機的航空母艦 我常常去找 他航空母艦有特技啦 兩個特技也連 怎麼做的 大家都搞不清楚啦 就是說 那個特技 那個飛機 可以直接降下來 不然不然 還有這隻 你看看 冒黑煙 跟你全世界說 我在這裡 來給他跑飛彈 美國的航空母艦是 他的雷達 讓你找不到 現在美國幫我們就幫這個 我們這個地方 衛星定位 GPS 沒辦法定位爛 對這個 航空母艦美國也這樣 你真的在雷達上面看到那個點啊 跟實際上的點啊 相差 幾公里 所以要打得難得難得難得 他這不是啦 搞得我二人 我人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 他的發動機 在他要交給中國以前 已經炸掉了 你知道這個鑽 鑽在做的時候 那個引擎 在還沒有成形的時候就要 要做好了 鑽是用倒的 兩塊三塊這樣下去倒 創好之後 就直接一塊倒起來 現在倒好 那個發動機 那個發動機 他賣掉 他炸掉 這樣賣給中國 我跟你講 他這隻也花很多錢 製造他們貪污 中國人本來要貪污嘛 貪污的地方 啊 再來 我再跟你說 那個數字 你聽起來要笑 他這隻 航空母艦 遼寧號 你知道他裡面有幾個人 他裡面有幾個 美國的航空母艦 6千個 一艘航空母艦6千人 他這隻來的幾個人 1千個 他1千個 他1天吃的 那個食物啊 10噸 10噸 美國6千個 1天吃的食物 10噸 你聽好嗎 中國人都在吃啦 每天吃啦 我記得我去中國 我去嘛 我去那邊走 我去天津機場 天津機場 剛才中途12點要吃飯了 喔 很多 空中小姐啦 現在辦事員都照出來 辦事員出來都拿什麼 拿一個碗公 麵湯啦 麵湯你聽到嗎 沒有那麼小的啦 比較大的 麵湯 那個麵湯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要第一飯的 對 他們很好吃的 所以喔 因為 表示說他們中國人喔 沒錢好吃 吃一餐算一餐 現在有錢吃喔 我吃拼命吃 就變成他中國人一種的文化 我現在你做官 我賺很多 中國跟今天為止 他的憲法裡面 不允許有個人的財產 所以你如果說中國人 你可以去中國做生意 可以賺六個 你把他頭砸起來我就不會相信 他們那些人在排名 世界排名 一年都換六個七個以上 都用公司 都做假的 中國的GPS 成長 經濟成長 每一個神的GPS加起來 絕對超過他所公布的 因為有時候要做官 都做假 中國 還有一點很清楚的 他的軍隊 中國的軍隊裡面有幾個大學生 你要知道嗎 他的軍隊有多少大學生 說起來你會嚇到 沒有超過三百人 沒有超過三百人 這人在做兵 你操縱 高科技 我跟別人說的都不一樣 我看的都是重點 所以 中國人要建政 他如果真的要建政 他自己 就是 中概就在那裡 什麼 幾分抵抗 什麼轉進 什麼叫轉進 打他走沒路 一直走 走給你了 死的都是老八成你死的 他那叫做轉進 我小時候 我不要把我的老鼠吐過 我老師我怎麼轉我就不會進 他又轉進 中國人用的這個文字 我中國人是都文字遊戲 我如果做官 做那個判官 我要幫忙你 我要幫你幫忙 還要說 有一天 你騎買 那個買 你騎買的時候 去撞到人 那人死去 這樣這個人要判刑 當然買了對不對 你撞死人的馬為什麼不賠 我可以讓你不賠 馬池商人跟池馬商人 就不一樣了 馬池商人就是 買 去撞到人死去 池馬商人就騎買 去撞到人死去 馬池 買自己去撞到人死去 這樣沒多 你看中華人看多厚就好了 中國文化 在我們現主持 中華民國反應也一樣 你要知道技術嗎 要聽嗎 不好意思 拜託 我全家要幫你教 你不用不好意思 稍微給我計算 鼓勵也好 中華民國法律裡面 有分作圓國 鼓勾跟一個叫做政人 有嗎 不管你港國還是去香港 你想要打贏 有一個方法 在開庭的時候 偵察庭不要說 在那個法院在開庭的時候 你手拿起來 報告法官我要請 你如果在原告你說被告 你如果在被告就說原告 請原告或是被告 來當政人 你手拿起來 法官一定先跟你問說 你要問什麼 你說請他先拒絕 我再問 什麼叫拒絕 有一個傳 就是說 他如果說謊話 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叫拒絕 你起立你就會先跟他講 我告訴你喔 你不要說謊喔 我有持久的證據喔 那你還要問問 你還要問問的 很簡單也沒關係 讓他不敢說謊話 如果說謊話 是呀 不定你跟他告 或是他跟你告的 那個案子喔 是很小的官司 拍幾個月 但因為說謊話 沒有人要拍千年 這是一個偽政 因為 中法民國法律就是 原告跟庇告 都可以說謊話 做文章 上面的人比較厚做 做得比較合乎邏輯 他就沒做 但是 政人 你就不能說謊 你如果政人說謊 那罪很大 用這個方法 我叫就很多人 所以喔 念念法律 還不錯 中法民國法律可以算 都正在裁判 阿扁 我先不說 他的法律 我都會看 如果看他的法律 他不說阿扁沒有罪 有罪是他太太 阿扁 他母子收錢 他母子有罪 他現在 發覺說 他母子收錢所以 母子也知道 他不一定 我相信在洲很多的女士跟先生的 你先生在外面做的事 母子不一定知道 母子做的事 公子不一定知道 對不對 如果說都知道 哎呀 一天才有什麼事 我跟他這樣說 清清的這樣說就好 對不對 這種事情太多了嘛 但你犯人要說正義 你不能說 我無事人做什麼 你阿扁都知道 但他沒有說 兩年前 八月份 美國有政府跟我說 他跟我說什麼 我公開說的 你去跟阿扁講 你叫他錢不要費回來 我美國願意把他全家人用直升機載到美國去 可能是下位 不然就關倒 叫我去說 為什麼叫我去說 因為當時阿扁 顧美國的時候 那個顧是我學的 那個是我學的 錢我學的 所以美國跟我說 所以呢 我為了要去跟他講這個 他叫他錢不要費回來 因為你就是錢費回來 照常給你關 而且會關到死 這算下去 你如果陳志忠你下去選去 讓你選掉 照常給你拿掉 那是他們開花開過了嘛 我這說這個沒話別說 我一陣子帶我們的副主席 潘良華 跟海關的 民政委海關的 署長 林毅縣 我們三個 去跟他見面 可惜丹志忠就要選 因為他周邊的人 一直鼓勵他選 他說你如果沒有選 你走到美國 你家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政治 那就翻了 好了你監視他選 黑八億回到台灣 丹志忠完全選掉 但是怎樣 選了怎樣 馬上沒有贏 跟美國 跟美國說的都什麼 義母一樣 跟嚇你為止 阿扁沒得給他 所以 阿扁怎麼沒得給他 你有想說美國的想法是什麼 你只想說 我們的三想法 馬營救的想法 不對 美國的想法是 美國的想法就是說 你阿扁你 你先 這麼多錢 我讓你出來 你要 鼓吹獨立 你如果鼓吹獨立 美國一定要派兵 因為阿扁在任期 最後的前半年 有一陣子 他一直要 他選擇不獨立 這事情我都知道 美國跟我們講 你知道我英國的美國 聯絡都非常密切 那時候甚至 他的海軍已經派到左營的軍港 他如果選擇不獨立的 當時一定馬上用 去總統和他製造 洪三軍的時候 阿扁辛苦那些人都照料了 阿扁自己接電話 在那個時候 美國的時候 美國就決定說 那洪三軍 這位做 司明鐵 穿在他們島的時候 美國的地形 馬上要告 要將阿扁製造 然後是司明鐵 美國有 叫人跟他講 他說 你標衝 弄完以後 我邀請你來美國訪問 所以 司明鐵有一陣 去美國你不知道嗎 對外選擇說他要看大便 你看到台灣的醫療比美國更好 我講說實在 我講說實在 這是真正的歷史上的秘密 所以 我講了 他不聽我的勸告 他會漂白的回來台灣 所以那個醫療 所以那個醫療 路面醫療 他們家族 他們家族 又叫我講 又跟美國講 我說 美國你做事 沒有兩次的 美國 美國應該跟你說 這麼清楚 為什麼阿扁他 他要繼續跟他 因為他說 他生活 他要很多錢 要還有幾百元 他如果回出來 他一定會利用他的錢 鼓動 台灣獨立 這鼓動台灣獨立 一定會造成流血事件 美國希望台灣非常安定 所以我就講他幾個次 我們台灣民進府 我們不是要向 中華民國取證款 我們是要向美國USMG 美國應該說清楚 我願意給你 但是 請你訓練人 所以為什麼要這麼艱苦 想說 要六天 你們在這裡是六天四晚 初期班三天 後期班三天 不要說你們辛苦 我也很辛苦 我也 以前當然 我平時你們在睡 我如果都睡通瀑 我從來沒有去睡 你們 你們會比較好運 因為我當時都睡 碰層 我不是不能睡碰層 我感覺說 人來這裡太苦 我們這裡做幹部 一樣 要跟人家一樣 所以每一次 幹部都要 讓你們先吃飯 比較健康 大家都有飯 好吃 幹部才可以去吃飯 做幹部就是要這樣 不是幹部先享受 好啦 你們在拍手我留我看不見 這是戰勝說我繼續這樣就對了 沒有啦 这不是说 我想说你后一次 这些人都是政府的官员 你都官员 我也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 如果代表党都去地方酒 你如果要请我吃饭 我绝对不会去吃饭 我想跟你说 我跟他吃什么 吃便当而已 我想说我们酒来都知道 我都说几次了 那天何元才叫我妈 我去摸一个酒 请我吃饭 我问他还有没有菜 还有后面还有五道菜 我说那酒店一定会我妈的 你酒店我中央给你资 我不是叫你来搶你车 车白人的 一只便当就吃饭 何必就吃好便当是什么 吃好都变胖 我这只胖不是因为吃的官员 但是我跟你说 我去厌会 你到底不爱相信 我的胆固醇是零 我厌会 吃饭米饭都OK 血糖OK 一百一哈 有漏吗 这个又看不懂了 我跟你说 吃好对你来说 不是好事 当然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吃 我不是爱一顺你们要吃 但是呢 我是觉得说 适量就好了 台湾人不要骂那中国人 吃很多 你算很厉害 不要啦 我小时候到现在 我心目中的偶像 什么人 你又不得到 我的偶像 从前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咬咬 咬咬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有 那是本人在咬咬 我也说那个人 奶木 西典 将军 你不知不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是日俄战争的时候 他是 揣头 去攻 那个 831高地 这个高地在攻的时候 你知道以前的攻是什么 都拼刺刀 那就是冲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怎么 在扫到 那个 那个 修联的 那个 军队 没穿在围子 所以这样 剩一顿四个 一席 一席 一顿四 奶木将军 两个好生 叫他 做大生 那顿四个 他的两个好生 那一顿我看 他有九千 他逼他那些人 跟奶木将军说 哎 你们这些好生 我把他调来好情 他说 No 他的好生 也说 No 两个都死 要死以前 跟他老婆说 全国 他感恩 我生命是你老婆 好 各位 各位 台湾需要各位 我没有悲准 你悲准你的生命 但是我要求 你们过去 耐心里面 如果没有一切 以台湾为主 你要改变 尤其是台湾人 这些人很容易 变成 让中国人的 教育以后 变成 会贪心 很不好 我可以让各位说 我以前非常非常有资 我每一天 贪一亿 但是我今天 我那些 好好 去中国 收起 我是 那收起 收 七亿五千万 其实我不只 我一张 他们说 我什么样的中心 没有看过 我出门 坐飞机 绝对是 头等舱 但是我怕 你 大的环境 是什么 一间房子里面 只能统统 切 跟电脑 跟一间面 我就这样而已 我感觉说 我们台湾人 很多的习惯 跟精神 都要彻底的改变 各位 我们 一时间都没有 让你超过一百年 很少 你真正在干嘛 所以我也 常常感觉 家庭 一定要和谐 后来 我们的 社 台湾政府里面 老公小三 我才随着你 你要跟人家结婚 你就要对他要负责 负责 就是你的子弟 都要负责 不是 现在都追求什么 公立 因为 那中国都阵亡 我告诉各位 我从来没有小三 我从来没有小三 我那本社 我来这里有声 有一个 在中国 北京的一个女孩 来这里虽然有声 结婚 事实上我没有 因为他们的教授 帮我帮忙我 好好 把我帮我走 回来 我今天 他们售后 被人家清算 所以我跟他下结婚 事实上我没有 我有任何一个美国小孩 所以这个 这个忙 就杀在黑面部 我跟今天 我都不愿意去 否认这些事情 很简单 我的身份 前 我的父母 名部 拿出来看就知道了 我有没有 结婚 还是说 我有没有那个小孩的 就很清楚 我只有一个 男朋友 都大 男朋友 三十多年 已经结婚了 男的 比较小 大学 比较 刚才比较 我也没得帮他回来 为什么没得帮他回来 因为我真的说 我知道我将来会 台湾 一定有我的位置 但是我不希望 我的儿子 你老板很厉害 所以你来很厉害 我不拿那一套 所以我说 只要我们台湾 恢复正常地位 得到政权 台湾哪有减款医药 我就退休 我希望大家都这样 台湾一定要 心想要批拼大 尤其是我们台湾政府 所有的成员 你别想说 你的财产要给你的孩子 不必要啦 有东西吃 有东西大 要让 那个 时间搞 给你休息 就好了嘛 你那么多钱干嘛 大 住宅 要那一间几个人 以前我在台湾 我家也是这样 我是現在現主席的信義特區裡面 我以前也是很有錢 我現在也不會比較散 我現在我小弟的公司 那是家族的公司我可以領著錢 我也不怕你錢 我一個月有八萬塊 從中國走回來 我小弟也不敢跟我說 因為我很大 我那一本九月 我父親已經去世了 大哥講的事情 跟爸爸講的事情一樣 一本九月 我小弟只要跟他結束一次 大哥你都不想回來看公司 我說我看的東西比較大 所以 今天台灣來想說 我小弟後來也要感謝 為2002年6月29號 偷渡金門回來跟嚇你 我沒有吃頭路 因為我沒有吃頭路 原因就是說 我不要因為吃頭路 跟人家有金錢上的糾葛 不要有金錢上的糾紛 所以我不要去吃頭路 不要做生意 不要賺錢 當然我不是說 大家都不要賺錢 你的情況跟爸爸不一樣 你怎麼去賺錢 所以有的人跟我說 秘書長 我辭掉以後 我來跟隨你 我休息一下 你現在跟隨我 我沒有辦法給你薪水 有 那個有錢 但那個錢 他是規定說 要做宣傳用 除了宣傳以外 我不敢開銷給你 我是因為說 有宣傳的費用 我們就成功了 因為論事我們有 我們現在人暗開始有 現在越來越多了 現在全台灣所有辦公室 馬上就都成立了 我們在稅子也很 台語說 孝白 處處如果說多少 我就說 不用 我六個月給你一次 算比較少 我們都這樣 所以我們台灣 現主持在辦公室組起來 不用再多久 一個月來你都看得到 甘榜是 甘榜是 紅帝白禮 想怎樣 紅帝白禮 日本國旗嘛 日本國旗嘛 日本天皇嘛 有人說 紅色跟中共一樣 你看 中共紅色的嗎 中共是紅色跟什麼 是紅色的星星 不要說紅色就中共 紅色在台灣是日本 對不對 對 所以千萬不要意識形態 各位我跟各位說一句話 你不要用有中國人那裡 搞一條就說 某某人是失敗 某某人是失敗 這句話我很沒聽 因為這句話會影響到我們的團結 會記得我跟各位說一句話 台灣沒有藍綠之分 我們都不是綠軍啊 你不要搞錯 我們也不是藍軍啊 也不是綠軍啊 我們是台灣軍啊 這樣好不好 會記得 謝謝 你不要直接說好 你出的還不記得 我告訴你 出的人說 我也綠色的 我從來不講我是綠色 我說我台灣 你不要讓中國人 去幫你用藍綠 幫你用台灣的族群 幫你拼出一半 不要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這些成員 我們台灣政府的這些成員 你在社會裡面 也要鼓勵 所有人 盡量 新靠台灣 後面 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有選機關 但是 住在台灣上面的人 包括那些流氓在台灣的人 暫時沒有選舉權 但是有一天 那些人 如果我們規劃 規劃為 本土台灣人的時候 他們才會有選舉權 當然啦 我現在台灣人也很鬱鬱 所以後來 我們也有一個規定 某些人 如果要規劃台灣人之前 有某些人吐槽 說這個人不行 我們就把他的 綠卡 還是居留權 要變成公民的時候 把他暫停 這樣好不好 好 小聲 好嗎 好 有一個人反對 要辦一年 還是要兩年 一年還要兩年 要兩年 要兩年 如果兩個就兩年了 如果三個就三年了 這樣好不好 好 我連前勇完的 我就變台灣人 有保障也困難了 當然啦 我現在說的 也許你聽起來 像是笑話 其實我這個不會是笑話 我一定會徹底執行 當然阿扁 我自己是誰 他在中國美國體制 中國美國體制裡面 他會維護他自己的權益 他不會 維護他自己的權益 他的法論也不會 維護他自己的權益 所以你想想看 他在中國 那些人給你管 我們參加 中華民國體制 上面的選舉 然後在裡面 把他抖到 全世界沒有一個憲法 說在他的憲法裡面 將他自己 本身把他抖到 沒有 憲法的 莊嚴性 就是你不可能在 這個憲法讓我選選選 做總統 然後我選這個 這個不算 沒有 你如果說不算 那就是叛國 叛中華民國 還記得 我們在座各位 你受過分以後 你不是中華民國 你今天開始 你是台灣政府 現在台灣裡面 有兩個政府 一個是台灣當局的 中華民國 一個是台灣政府 你已經 你已經 因為參加 民進會 高級班 變成 台灣政府 而且這個台灣政府 從現在開始就受到 美國政府的 保護 你們參加這個 是很熟 我跟你騙 在這艱苦 都值得 所以 有的人 你跟我說 我參加這個 去中國 會怎樣 我跟你保證 會怎樣 會怎樣 他會怎樣 我們憲主席 這個身份證 不是我們做的 我再說一次 那個身份證 那個IC版 和那個 中華民國的IC版 是同樣來自於 美國國土安全部 所做的 你如果相信 你如果有朋友 在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你敢問 美國政府跟我說 他只要送一隻 小隻的 放在中華民國外包 沒有 那個外交部 做什麼 臨時有人需要 做那個晶片的時候 他可以很有限的 供應 做那個晶片的護照 我們的晶片 我們的晶片是 美國已經預備說 有一天 我們沒有拿了 中華民國的護照 可以用我們的身份證 直接進去美國 我們跟美國去談判 就談判這個東西了 因為你今天是跟我們 线而已 我們的地位跟琉球一樣 琉球的人 當時是美國的 Triple document 旅行證件 用旅行證件去全世界各地 他去日本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記得 當時琉球 有去參加的甲子園棒球賽 甲子園棒球就是高中棒球 你知道嗎 日本的高中棒球 他去參加的時候 國中的隊去參加 差一點點拿到冠軍 他們的棒球隊 要回到台灣的時候 要回到琉球的時候 每一個人 在甲子園的棒球場 那圖 把握手 他們說 日本的母國 母國的土地 他要帶到琉球 要帶到他們的棒球場 那時候要接近的時候 美國海軍說 美國的軍事政府說 No 為了防疫 要消費 但是呢 為這點 讓美國人覺得說 日本的人民 強烈的要求回歸日本 所以這樣在1972年5月15號 正式 整個琉球那裡的島和琉球 包括建格軍島 隆重讓他回歸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因為他沒有辦法直接管 所以現時的琉球 定義是日本天皇委託 日本政府來關琉球 所以今天的琉球 坦白講 是等於托管 由日本政府來托管 我們台灣後拜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我們沒有必要 我們沒有必要去 日本政府 來托管 所以日本政府後拜 他為了琉球的回歸 他付多少錢你知道嗎 3億2千萬 美國說 我當時恐怕 攻打琉球的時候 我犧牲很多美軍 我犧牲很多的錢 你要賠 這個觀念 戰敗者要賠給戰勝者 這是觀念 戰敗的人要賠錢 所以琉球呢 日本政府替琉球回歸 賠了3億2千萬 這個3億2千萬的概念在哪裡 當年日本去通帝韓國的時候 將韓國當作殖民地 後來韓國獨立的時候 日本政府也賠給韓國 1億6千萬一款 所以琉球上面是兩倍 日本人去賠給韓國 這個小地方 看賠了一下 所以各位 我講到這裡 你來聽話 台灣人有一天 真的要歸還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美國會給你要錢 怎麼辦 我們有錢嗎 你說好啊我行人啊 這樣要怎樣 普通時大家都會說 現在說的錢大家都點點耶 要怎樣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要誰理你啊 中華民國給你關照 你跑掉了我都說 你們都是來 我感覺你們喔 你們頭上都吃得好 啊剛才這款民地都不想 啊不能說幾次 啊美國人不是 風扎你台灣你不記得嗎 有沒有有給你風扎嗎 有沒有 有 有 有的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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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叫我扎可以 我扎到這個 假設啦 他給你開啦 20億 好 答應他 20億 但是 我當然有錢啊 你要扎東西 你嚇到多少 你當時的總統府 我的總統府 也給他炸掉耶 炸了一半耶 那總統府要炸一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好 那叫炸一半耶 全台灣所有的地方 也給他炸到明明媽媽耶 我算上的那個部門要倍四十元 這樣送要給送 他要給我們啦 欸這是外交嘛 談判嘛 這個就是談判啦 喔 這真好 有人做這個治療在那裡 你看 他去訪財的地點有嗎 各位 我們台灣人 你來這裡受訓 就是要學這些啦 後來你喔 如果坐在美國去談判啦 所以呢 這就是不要感情用事 一定要叫法例 那法例的東西 尤其我們這麼年輕啦 我們這一些 六七十歲的人 又拼十年 拼一十年 可能沒辦法拼一十年啦 我沒有希望說 多到八九十歲啦 太老了 因為喔 因為喔 我希望說喔 年輕人要起來接棒 那接棒喔 要記得 都做一瓶兩瓶就好了啦 不要再做一四人 讓美國的總統如果落任 像現在說 李定規也做一幾四人 那沒有耶 美國總統如果落任 保鏢也用不著 像落後 還給他多兩年幾年 這樣而已而已 他靠什麼生活 演講 他的演講可以生活 這樣台灣就 這個中法美國就不一樣耶 中法美國老人政治 那做一天的總統 定義做一四人 我們要像一四人 不對耶 台灣是台灣 以後我們台灣人 要有那種骨氣啦 我也常常說喔 錢不一定要 老很多給你的孩子 你要老給你的孩子什麼東西 教育 我們這個方面很差啦 真的很不好啦 小孩子的教育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耶 小孩的教育 就要怎樣 你父母要以身作則 現在已經都沒有了 你看我們前世 現在都做什麼 說食物啦 如果女兒都說什麼 比零大顆的 我不是開玩笑耶 變成全民運動耶 都在醫美耶 醫生不可以去做醫美耶 這樣台灣有辦法進步嗎 各位 悲哀啦 真的是悲哀啦 也不用這麼多的電視台 各位 我們真的台灣政府起來要 對整個台灣 要徹底改造 你們好嗎 好 中國國情也要講耶 來看十五頁 中國國情 從最後一頁翻過來 中國國情 十五頁 來 有看對不對 中國國情的十五頁 從後面開始翻比較好 比較快 十五頁 美國現在對中國 除了地緣包圍以外 還有其他的一些按算手段 其中就有經濟綁架 美元陷阱 經濟綁架這一點 我要講一個情況 這批文章是 戴旭 中國的解放軍 空軍上校 這個人 一種上課 以後 讓我們把它放下去 這個人變成紅 美國北京 把他調去北京 所以有很多 現在中國的一個軍事方面 參考的重要的人物 就是戴旭 當然一方面 他要感謝我們台灣政府 二方面 他也要恨我們台灣政府 你怎麼說 我們把它碰得很高 但是很多 現在你看很多評論 都叫戴旭 這人出來講 改革開放三十年 我們利用外資八千億美元 我在新華社內 內部了解到這個情況是 這些外資在中國 已經控制了我們國家 二十八個重大 重大產業中的二十一個 還有七個目前 處在合資的狀況 已經控制了我們很多產業 這些外資下一步 還要控制中國的糧食 一旦控制了中國的糧食 和豬肉 這塊是關係到 國民生計的 我覺得 如果把這個領域控制了 中國的大麻煩 可能來了 但是 目前正在向這個領域邁進 美元陷阱 我們都知道 現在美國已經公開說了 美國的華盛頓邮報說 這塊很差別 他說 中國現在已經成了絕望的賭徒 中國不斷的向我們出口有毒玩具 我們應應向他出口有毒的債券 你有沒有看 這些債券全部被中國人拿在手上 中國現在已經基本上成為老虎機旁邊的賭徒 中國不往裡面注錢 美元就要本質 中國往裡面注錢 不斷的注錢 美元不過是推遲了一下而已 遲早還要貶值 這就是陷阱 所以 現在中國也沒有辦法 我在今年七月份寫過一篇文章 發表在新明週刊 各位 你把頭抬起來 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去年 去年 美國 向全世界 財政部向全世界宣布說 他還要發行債券 同時他規定中國 他說你中國 你要買多少錢 規定 中國就愛民主 我不買 你已經欠我那麼多你還買 買什麼 美國財政部說 OK你不買沒有關係 我自己買 美國自己買 美國自己買 計程天 睡一睡 他買起來想想的 不對 夭壽啊 你如果要自己買 你就要印鈔票啊 你自己印自己買 這樣美元 怎樣 貶值 那給他貶一塊錢 他那麼多的外債 錢就沒了 錢就沒了 你聽有意思嗎 所以 今天中國的財政都說 好好好 我買 我買 如果中國也很貴氣 他說 好 我現在的外匯全部改用歐幣 說要用歐元 各位 歐元 要怎麼 破產 中國更衰 美金用好 不然他要用歐元 全世界 這方面 如果我要批評 美國很毒 我知道 美國還有一件事情要做 你聽好 這是我的預測 我的文書裡面有 我預測 五年內 五年裡面 美元會改變顏色 現在的美元什麼 綠色 有嗎 現在美超是綠色嘛 我預測 你如果看對不對 一向我在預測都很準 美元會擺變顏色 變成紅色 為什麼要變成顏色 要變顏色 你聽好嗎 如果他美元也改變顏色的時候 最少最少有一半的美金拿不出來 都是黑錢 尤其是那些毒銷 那些錢拿不出來 現在美元改變顏色 規定說 你們在半年之內 全部要換 否則一律作惠 如果這樣 美元馬上又大漲 又又起來 過期欠的錢 一筆勾銷 他沒有見證 他用改變顏色 他也能贏 只有美國做得夠而已 你如果說他中華美國改變顏色 看到貴在那沒效 誰用啊 誰理念啊 所以你說人民幣現在在台灣 做得來 做得來 人民幣說在台灣要用 要做要發行嘛 對吧 定期存款 利率多少有 做得來 但是人民幣 你要小心一件事情 它會大貶值 你貶掉的 貶掉的錢 不如你 比你那個利息得的 要多很多 黑利幣不一定優利 我早就有說過 黃金呢 黃金應該是比較好的東西 因為黃金的東西 增加很有限 增加很有限 消耗的很多 消耗很多 你看現在全世界 你怎麼知道我們台灣阿伯 很好的 顧問你們在哪裡 台灣有什麼東西 酒油啦 沒有錯 我們的酒在哪裡 新娘啦 官田啦 這個官田 那個油這個 泡下去 湯去哪裡 釣魚台 建國軍台 那鋼路山的 這釣魚台的 酒油跟什麼人湯呢 南海跟南海 這是同樣的一條線 這樣很好運 官田美國跟中華民說 不准開採 那不是你的 那是台灣人的 但是中華民說 現在聽說是 本來是有一個 一個油井 現在好像有一個 三個 但是有給他控制 不可以讓他生產 一個油井的供應量 是我們全台灣 一年供應量的2% 甚至2% 那如果一執政 把握一百坑也沒關係 這樣有錢嘛 好多錢喔 當然啦 政府也要控制 不要挖得太過分 挖得太過分了 大家都不在做工 都不在做工 都要搶滑爐 這也不好 其實外勞不是說不好啦 我是覺得說 車比較有水準的外勞 也不錯啦 像那個 東歐的 金頭髮的 不是說我對那個 從金頭髮有興趣啊 沒有那個意思 我的年紀已經不敢有興趣啦 那個金頭髮的 那些年輕人 十八歲以上 跟一十幾歲 他們來台灣 他們來台灣 給他十歲 念書 念書呢 你看看 媽英九 中國人一國會給他三萬耶 我們一國會給他五萬 可以嗎 給他五萬 像他怪的 你如果跟台灣人結婚 上你市長處 他都不會耶 那 結婚最好 那生一個小孩 還給你補貼 老闆的小孩都怎樣 金頭髮的耶 那都說英語耶 那這說 有一些醫生去實行耶 街人有兩個醫生聽聽說 他真的去叫俄羅社會去替他生耶 補貼你們有看嗎 他也 我看他也是 那個 台灣民政府的 網路的信徒 我說實在耶 補貼有耶 你看 有一天 我們的品種都要改變 那一般聽說 頭髮比較好嘛 他先說怎麼證實就對了 頭髮比較好 現在頭髮比較好的時候 說英文 中國人後半來說 咦 跟我們都不一樣耶 他 就不敢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都說英文 他比他頭髮比較好 我跟你說 台灣這個是佈地 各位呢 記得 我們大家都是台灣政府 我們屬於革命先行者 再一次好不好 不然你永遠不會忘記 革命先行者 不是先列喔 再說一次 先列是死了 我沒有叫你們死了 革命先行者 再來 我說 我說 在金融危機的後面 有美國的戰略選區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發生金融危機 美元不貶值 你看看嗎 他們說美元不貶值 很奇怪耶 全世界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 保證 保證 絕對 幣值 大貶特貶 美國不值 不貶值 反而升值 這邊 日本籍 由七十八塊 貶到一百 七十八塊 變到九十四塊 現在九十五塊了 各位 老早 我有說過了 七十八塊 我就說了 一百塊 現在已經九十五塊了 美國如果不同意 日本把它貶值的話 我給你保證 日本貶不了值 怎麼會同意 美國的戰略考慮在哪裡 因為他希望 日本開始又有錢 像以前一樣 那樣有錢 日本有錢 他要求日本要負擔 東北亞的防衛 原因在這裡 你知道嗎 安倍 是唯一 日本政團裡面 有派人 來我們台灣民政府 受訓的一個人 當他 當時 那個中立的時候 我們也跟美國說 安倍還不錯 因為安倍 他的太太 的助力 也要來我們這裡最好 日本人 所以 我們那個時候 跟美國表態說 安倍 還不錯 所以他們去那時候 他們也有跟安倍記名 所以 美國真的是全世界 對全世界的局勢 都控制得好 好 這樣都放心 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 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候 所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 貨幣貶得一塌糊塗 一文不值 那貶值幾百倍 但是為什麼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 美元不貶值呢 他還要升值 這就是誘餌 又使中國和日本繼續買 不斷的往裡面投 直到你把你全部的財產 財富都弄進來 然後一下子 徹底的貶值到底 後來很多學者 老百姓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金融危機不來 我們還不知道 這麼多錢在美國人手上 我都是第一次知道 嚇了我一跳 中國現在有兩萬多億美元的外匯 除了八千億的國債以外 我們還有幾千億買美國的兩房債券 還有其他的金融衍生品 最近將近1.5到1.6萬億美元 在美國手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各位你頭抓起來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他的高幹的子女 都在美國的 百分之九十的高幹的小孩子都在美國 我在中國在辦學校的時候 我和他們那些高幹 往來他們最熱衷 他們最喜歡我的 是因為 我能夠幫他們把小孩子送去美國 幾乎呢 當然因為這他們的你看 這不方便我再來公開講 有幾個的現實是台面上 在香港的高幹的孫子 學生去美國留學簽證 我給他盜用 當時我是比國外現主席更慌 我去辦學的時候 滿腹希望用教育能夠改變中國人 我剛才派的 真的派的 那時候派得很嚴重 所以現在 如果你在外面說我們派的 我都不會受到 因為我想說 你跟我以前一樣 因為我以前也算很強 當然我現在才知道 當然資料很多 他不敢真的給我目視 他不敢 他也煩惱說 有一天我不曉得會變成什麼 所以那些東西都留在 但是我告訴你 對中國不要有任何期望和期待 絕對不要有 他這個政權什麼時候會改變 你要有啊 你想台灣 台灣什麼時候 台灣整個環境和政治開始改變 年收入到三千到四千塊的時候 整個社會就會改變 他現在的年收入 一千多兩千 很快如果達到三千到四千之間 整個中國就會分裂 人就很奇怪 有錢的時候 沒有錢都不會說話 他本來很散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大家都變散 很厲害 那些人的社會 是B3 B3 什麼人最開始散 又紅又磚 那就是那個社會 但是當你開始有錢 台灣的社會也是這樣 1970年的時候 19701980這個中間 台灣的社會重大的巨大改變 那些民進黨開始 黨外開始 起立去怕旗軍 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我跟你講 中國人他也逃不了 當他的收入在三千到四千塊 美金的時候 就是中國開始要分裂 暴動的時候 你們一定可以看得到 我所說的 我給你保證百分之百 絕對是正確的 三千到四千的時候 中國就會發生問題 所以我再說一次 你對中國千萬不要有任何期待 歷史以來 那些中國人都走去 一暴動 就走去台灣 歷史以來都這樣 台灣就是 讓中國人走來台灣 台灣就開始衰尾了 每次都這樣 你看他們那些交代交 那時候來台灣 他假文化 來統治我們官文化 但是教學跟你說 你們是講台灣話 都是什麼 沒有水準 他記得嗎 其實台灣會這麼漂亮 台灣有什麼不水準 很有水準啊 很有藝術啊 但是呢 他用教育 我聽高砂族的很多高砂族話 高砂有十四種不同的語言 聽起來很舒服 所以我是一直期望說 高砂族的同胞 要保護 要保持你們自己的文化 我告訴你 台灣民政府 接黨政權一號 高砂族 一定要讓他自治 土地 生活領域 要還給人家 你以前 去跟人騙的 中國人來自 統治台灣跟人騙 聽起來說 我在台中 有聽到一件事 用一支尖 騙七甲土地 他怎麼騙你 你知道嗎 尖你知道嗎 針啊 針線前的針啊 尖啊 騙了七甲土地 他說 古砂族很老實 我跟你說 我請了十幾個工人 日夜不同的磨 磨那個針啊 磨了七年啊 才磨出這一塊針啊 當然我一塊一根針 要給你換七甲土地 那也給他動他 你覺得很好笑 這是真的事實 台灣也很多 當然我不是講說 喝酒不好啦 但是有很多 都把高山的同胞 都用酒 台灣人比較好做生理 我不是台灣人 中國人比較好做生理 你沒有錢沒有關係啊 我這一車的米酒先給你 不用錢啦 先喝啦 喝掉再說啦 喝完了沒有 喝完了 我明天再跟你一車 等到三車五車 要說 總要付點錢吧 我沒有錢 那沒錢怎麼辦 你這塊土地還不錯 煮給我吧 那如果做的都是 拿不回來 有很多高山族的土地 是這樣沒了 一百二十萬的高山族 到今天存五十一萬 你看有可能嗎 過去 高山的同胞 他拍攝在普通人的面前 說他是高山 因為你要他笑 這個笑是怎樣 是 雙頭他用 他來以後 中國人來以後 把高山的人說 我尊重你 你們是原住民 原住民為了把高山族 變成原住民 他們奮鬥了很久 但是我跟你說 這是完全絕對的陷阱 因為 我才知道 因為我曾經在中國 中國的原住民 他也創作原住民 那個官員跟他說 林董 我是學校董事 林董你不懂 這些人 你跟他講說是原住民 他們就很高興 他們就沒有想過 他們是原住民 那我們就是新住民 再過50年 當你說你是原住民的時候 他問你說我是誰 我也是很久了 我也是原住民 原住民就消滅了 原住民就沒有了 所以我一直跟高山的同胞說 你們要去研究高山 這兩個字的歷史是什麼 高山其實在日本的古書裡面 高山是形容台灣 跟那個福爾摩沙 西班牙人說福爾摩沙 一樣 都形容台灣非常漂亮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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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族 這個民族很了不起 市民給他們叫做 高山 高砂族 現在中國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開始現動 說高砂兩個字是高山 黑白講 高砂不是高山 跟高山不一樣 所以 我們老闆 我們跟現主席的高砂族 這些東西開過會 他們就同意 我們上台是說 用高砂自治區 這個自治區 我怕中華民國 比明的時候 跟高一森 原住民要求自治 中華民國自己槍斃 我有寫那個故事 那個歷史寫在裡面 我說你們就暫時用 高砂民族事務委員會 但是我會跟你們承諾 我們臺灣民政府一掌權 馬上土地還給你 不是都做形容 要說清楚 就是日本時代到最后的時候 日本政府 日本的那個帝國 已經把他們圍出來的那個地方 恢復到歷史原點 不是那個清朝那個時候 整個右邊都是高砂族的 不行了 是我們要先講一下 那個六月 日本時代 那個臺灣主權建構完成一後 因為那個土 到現在日本 台東日本都說有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 行營 同時要幫忙他們 所以我們不是說高砂族 如果自己結婚 生一個小孩子 南民政府給他 一百萬 一般人沒來 臺灣人比賽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不要再說一次 因為這有你錄影 所以我要講清楚 高砂族跟高砂族結婚才有 那這一百萬 當你的人口達到一百二十萬 就跟大家都一樣 所以有的高砂族的同胞跟他說 我們就都不用做工作了 我就開始生了 你要開始生 你要生 我就生你生 你一年最生的一年 太太同意 你要生就好了 他說我可不可以娶兩個 我問你太太 你太太如果同意的話 我們政府法律也不能同意 因為我很慘對小三 母長來娶一個 你看看台灣現在很夭壽 如果手腳腳有錢 就去換母 全部都這樣 現在大企業 可惡是 大企業的老闆都這樣 你本來不覺得 錢其實不是萬能 當然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但是 我是希望我們台灣政府 後來要注重社會品德 社會的道德 這點 我是一直要堅決 讓我們台灣可以變成一個 全世界 全世界 都在新生的社會環境 你說好嗎 好 你好 你好 你如果有心 這裡可以拍一首 我跟你說 你不要拍了以後 你會 你如果真的沒有做烈 我跟你說 不會說不夠痛 那不是不夠痛 我們該管 家庭問題 不是不夠痛 就該管 來 再來 繼續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非常的嚴重 現在看 由於美國的誘餌策略 也不是太成功 美元到現在已經基本上 擋不住了 從四月份到九月份 美元已經貶值了12% 也就是說 中國已經損失了 一千多億美元 這只是上面上 還不算其他的 這一千多億美元 還不算前面損失了幾千億美元 那個都不算了 因為我們開過一個內部的會議 這個事據我也不能透露 那已經折損一大筆 現在要損失了一千多億 一千多億美元 相當於什麼概念 相當於美國現在所有的十條 大型航空母艦全部的價值 美國是有十一艘的 十一艘的航空母艦 另外有三艘還在擴建之中 現在美國是這樣 加上他們的飛機 也就是說 一條航空母艦全部的齐備 就要一百億美元 可是我們現在五個月 已經損失了一千多億美元 也就是說我們丟掉了十條 大型航空母艦 下一步怎麼走 我還不知道 所以說我們這八千億美元 買的全是美國的債券 人家的八千億美元 控制了我們21個產業 所以我們認為 經濟方面就有很大問題 所以我一直有一個擔心 我認為美國借我們的錢 就是以合法的名義 侵吞我們中國三十年的財富 讓我們中國沒有錢買技術 買資源 實現工業化 把你的錢全部借光 讓你沒有錢用 也讓你沒有錢進行 軍事現代化 各位 我們跟中國的中間 我要向各位提醒 我們跟中國人 中間 第一我們沒有厭怨 第二我們是鄰居 第三中國是真壞的國家 你如果稍微不注意 你會被他銅化 稍微不注意 你會被他吃掉 歷史上都這樣 你看滿清 滿洲人 雖然中國都要拿去 中國人幾億 他這幾百萬 都要怎麼 世間都找不到滿洲 你有注意嗎 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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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台條兩億 存兩億 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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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上 現在中國 那塊土地裡 沒有所謂的漢人 其實那些漢人 都是十公子 都是 元朝 蒙古 歐邊兜 的鬥爭 是那些人 中国人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民族 跟我们台湾人绝对不一样 所以我们台湾人 一定要知道一个事情 就是说 跟中国我们保持一点距离 你不能忘记 老老早早 这个土地已经去清朝的房地 寒香去日本的天皇 当然我们现在收起来 日本天皇跟我们距离很远 还有见证失败 日本天皇暂时 他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管理 去用suspend 就是去用悬挂起来 但这个悬挂 我们现在要求就是 这个悬挂起来 台湾的地域要先让它正常化 就是让这个台湾放下来 如果放下来 附着土地的那时候 台湾会先回合国籍 这个国籍是日本帝国的国籍 不是日本政府 日本帝国的国籍 这日本帝国的国籍 那时候我们就有两条 第一条就是说 我们跟现主席的日本政府 共同华 就是说 他和我们变成两个邦联 两个联邦 我们这个国家 有一个共同的天皇 来做我们的表面上的领导 跟英国的系统一样 我是因为说 这不一定是我们台湾人 最適合的 你如果说有一个天皇 有一个顶团 有一个摩咪人 这个做天皇挂在那里 你都不用多争权夺利 不用说一天一天 为了要挤命来做总统 不用 就固定 你做什么也是那样 你做什么也是那样 像英国同样 英国的系统 英国系统里面 所有的英属的土地 现在好像是二十几个 二十一个二十七个 也是这样 就是说 有一个英国的努王在上面 那以后呢 这个土地的党团 要去选哪里 中立 真正有失控的 就是中立 现在美国 含着那些协商的就是说 协助我们建立 我们台湾人自己的政权 这协助我们在建立 我们的台湾人的政权 我们当然需要训练一批人 所以我就为我们的里面 会给你换 差不多百几个人出来 尤其这些年轻的这辈子 我们就开始给他费用 你不用怕你没钱 我们的政府 出所有的培养的费用 你若是国际班 在我们这里上过去 后面 由我们台湾政府来负担 我们要给你负借 要将我们这些人 给他费用好小好小 让这些人的心胸 都是很宽大的 能够容忍 能够接受 国际的观念 所以我们台湾人要购的东西 很多很多 不是我们普通在外面 跟人家亲菜说一说 跟人家亲菜 在说的时候都照自己的意见 你看日本人的意见 虽然3月13号到17号 有11月的日本年轻人了 我在鼓励我们 要去参加的主任 dobrze 你去参加好 你只可以参参做朋友 不是说年纪大不能参加 可以参加 你参参参参得朋友 你可以从他里面 资料很多 很多的日本 sindoso 日本的社会现在是怎样 我告诉你 日本的社会现在是左庆 跟你想象都不一样 左庆是民主党 民主党是什么 就是原来野田 民主党主要的人是什么 都是韩国人 韩国人的后代 韩国人的后代 民主党里面 他在做什么 因为民主党是韩国人的后裔 这个后裔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 他到今天为止 韩国人仍然在恨恨日本人 因为当年日本人在那里通知 他日本人去通知韩国的时候 真的是把韩国当作殖民地 他在通知台湾的时候 他没有将台湾当作殖民地 他是处心纪律 要将台湾人变成日本人 所以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 日本的子妈咪 三一一月的时候 海啸发生的时候 台湾人求四百多月 全世界没在他看 奇怪 台湾人日本人也怕一条 他现在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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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原来他的祖先迪台湾在通知的时候 对台湾人还不错 当然啦 有些人反抗 他叫台湾是一定的 尤其是初期 那是无可后悔 我是感觉 因为台湾人不知道什么历史 你如果知道历史你就不会反抗了 你如果知道历史 就是这家家不给 Nummer那些 人籌受 国际法 他不说就是这样 国际法是这种重色惯例 过去如何 现在就是要怎样 不能说过去如何 你就要改变 所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变成世界一流的国家 他就要준受国际法 這就是施拉威說幾十次 我用施拉威最近說的那句話 你就會知道說美國人對日本天皇的看法 建格群島施拉威一樣的問題 發表三次內容一模一樣的那個話 他說什麼 建格群島 要掉一台 建格群島美國承認是由日本政府管轄 但是建格群島的主權立場美國不予評論 因為中國這間建格群島的主權 他說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 但實際上在1895年的一月份的時候 日本天皇已經宣佈說那是無人島 我宣佈那是我的 但二月份中國有宣佈 清朝宣佈說我不曾在日本的這個宣佈 但四月十七號馬官僚簽在裡面 就已經說台灣周邊群島和澎湖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台灣周邊群島 周邊群島有三十六個島 其中釣魚台也是台灣周邊 群島國島離開台灣很近 可是它的地下跟台灣沒有相連 它就不是台灣周邊 你看群島國島 這個地方離開台灣一百十公里而已 這個地方釣魚台 尖閣群島離開台灣 差不多四百公里左右 沒有啦 兩百幾百 應該兩百多 在這裡 差不多一半 尖閣群島在這裡一半 兩百多海裡 比較遠的是鎖台灣 比較近的是鎖日本 你看就知道了 所以各位 國際法是一個很趣的東西 我還有客戶 我的客戶就是明仔 明仔會補 現在先跟各位說 明天中午 今天中午你如果要做西裝的 十八百億 你去定期 我是定期 外面只買兩兩塊 就要五千 這是一件衣服 還有一件衣服 補料是還不錯 我們這裡 我們的所有 我們這裡很多都有穿 我們的桌子 我們還有桌子 我們的那張帽子 那個帽子 T.C.G. government 那不是在台灣做 那張是韓國做的 你看看那個黃色 那個顏色有沒有 台灣沒有那個顏色 台灣車秀沒有那個 我們的他的顏色 蠻漂亮的 有的人剛才開始 我們在地的時候 叫什麼名牌 到外面說 這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現在在那張帽子 我們有這個logo 我告訴你 都不知道 尤其 中國客 中國客來台灣理由的 他們行錢都有夠 碰到這個標誌的 不要去理他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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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這個標誌的 他會說你不要去理他 他是台獨 有一次他再問 我們不是台獨 我們台灣不會獨立 真的喔 當然 可是台灣是台灣 台灣是屬於日本 聽到嗎 一趟明明都黑了 來 我今天 我說中國國情 中國國情 日本 我拜託我們要討 好不好 這個你討好 你對台灣就有信心 這是用他的威 解放軍的上校 的威 這是這個主要上校 你知道嗎 剛開始給我的CIA給我的 他告訴你們可以當作教材 做教材 你們去鄉下 這裡頭前還有一個國際占領法律 你看 Cyber Law of Occupy Territory 這個國際占領法律 這也是你在外面沒得好看的 你稍等 這都是 因為 不是說你來這裡上校 你就要討好 是有一些資料 我給你基點說你要看 你要討好 你今天要做台灣民政府的精英 你要念 要懂很多 今天外科 不好意思 上到這裡 這個名字 會補點部 要還有一個點 五個科 我今天上校跟這個地方 來測試 還有一個 結束 那個 流動電話 流動廁所 來了沒有 來了 好 我比較放心 那 我說過 你們如果 沒有洗澡 利用休息時間 要去頂完六樓、七樓、洗澡 應該是可以 中午 休息的時候 洗澡也可以 六樓、七樓 那是男生使用 女生不要去那裡 上到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的科 到這個地方 來測試休息 下面的一堂課 是我們中立的科 來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下個早安見